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做一期不下BB 我们这期不下BB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小伙伴可能发现 我最近的视频都带上了字幕 虽然我之前的视频都没有字幕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我觉得我的中文发音还是挺标准的 大部分人都能听懂 但是也有些朋友说想要看字幕 那么为了照顾这些朋友 我当然就是加了字幕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加字幕这个事情 非常的枯燥和无聊 就是一个辛苦活 因为首先你要听说的内容 然后要写出来 然后再要根据这个时间线的位置 把相应的字幕放到相应的这个声音那个位置 对吧 所以说整个过程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而且特别的浪费时间 那么我作为一个程序员 对吧 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呢 所以我就决定给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来加字幕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JankX85的视频 你可以看到我的配音呢 在这边是一段一段的 正好就是每一段下面的配音呢 对应着上面每一段的这个字幕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很容易理解 但是我怎么来自己加这个字幕呢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这个语音识别技术非常的强 所以说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用比如说像训飞的语音服务 因为我这些都是音频的文件嘛 训飞它是可以有一些APP可以直接通过麦克风 你讲话你在边讲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边听写这个中文 那它是不是有一些服务可以把这个音频文件转换成文字呢 训飞是有这样的东西呢 那训飞的这个服务呢叫做训飞听见 可以看到它在官网上写 就是你可以上传一些音频文件 然后它可以帮你转换成文字 一种服务就是机器快转 就是通过它的一些语音引擎 识别你的语音文件 然后转换成文字 另外一种就是人机精转 就是有背后有一些专门的客服人员 或者是一些服务人员 帮我们把这个文字更加精准的 就是经过一些校准来转换 那么作为一个穷逼呢 对吧 肯定是不可能花那么多钱来做了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机器快转 但是呢 手动的去操作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找了一下训飞 有没有像应用程序开发的SDK啊 或者API的东西来做 训飞是有这样的东西的 这边我写了一个程序 是Java的一个程序 其实不是Java的程序 是Cautaline的程序 但是它是急于Java的 训飞提供了一个Java的SDK 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些Java的程序 就可以把你的音频文件 传到他们的服务器上 然后它会给你转换成文字 写了这个程序以后呢 我跑了一下 发现错误代码 20020引擎错误 然后搞了一天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 结果他们说这个语音识别 不支持Mac系统 不支持OSX系统 让我觉得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通过程序这种方式做 就路被堵死了 但是呢 我还是找到方法 就是他们这个训飞听见啊 是可以手动的添加音频文件的 也就是说 我这边点击添加音频文件 我可以把我们刚刚录制的 这些配音呢 给上传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上传完成以后 会一分钟转写 等转写成功以后 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就出来了 其实这个订单是需要花钱的 但是它这边有一个 怎么讲呢 也不算是漏洞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适用的环节 就是它可以 把你这个音频文件的前一分钟 给转写出来 预览出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这些配音呢 基本上没有超过一分钟的 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这样的一个适用 然后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这些音频 全部转换成文字 那怎么做呢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它这边的话 最多是可以添加50个音频 所以说我们这边圈到49吧 那可以看到 它这边就是都在一次的上传 然后转换 你可以看到 逐渐的都转换成文字 因为我们上传的文件比较多嘛 所以说它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我个人认为 讯飞的这个语音转换 识别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有看过老罗的那个发布会 都知道 他们说自己的识别率是97% 我个人认为是 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其实讯飞的语音识别 已经积累的很长很长时间了 我以前也会经常的用 但是你比如说像摄影这种 有时候一些机器的型号 你像这边这边 6D Mark II 它就没有识别出来 其实就像这种小的东西 它比较行业特殊的东西 它可能识别不出来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大部分 我们的这个话语 你可以看到 我个人觉得是识别率非常的高的 好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每一个音频所对应的这个字幕 所谓的字幕 对吧 识别出来的文字 就可以拿到了 但是我们怎么拿呢 它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能不可能一个一个考 对吧 作为一个程序员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我就单独写了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一个Chrome的插件 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相比之前这个页面 多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我自己添加的 我们再重新添加一次 我们等待它全部识别完成 好 全部识别完成以后 点击这个获取数据按钮 数据已经生成 就可以拿到我们刚刚 这个整个页面上 每一个录音 它所对应的这个文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据拿到 拿到这些数据以后呢 我有专门写过一个程序 来读这些数据 可以看到我是专门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这是所有的音频文件 对应的这个文字 当然因为我们这一期配的 大概有200多个音频文件 所以说我肯定是5050个这样的考 然后分别考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文字的数据 当然这个文字的数据肯定是 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所以我们考到这边以后呢 我肯定还是要重新校验一遍 就是比如说有些型号啊 或者是一些像这种镜头的信息 或者是一些因为发音不是很标准 或者不清楚 讲的不太好了 就提前在这边可以给它修正过来 这样你可以看到200多行字幕 真的要是人去来听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迅飞的语音识别 可以极大的减轻我的工作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字幕 对应到这个视频上呢 我是有专门写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会读那个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相信看过我之前视频的人都知道 但是Final Cut Pro里面导出的一个时间线的文件 那么它做出来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过程啊 这个是我已经配好了一个视频 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语音 都是一段一段的 那我们需要使用这个程序呢 我们需要一个工作就是 把它全部放到一个group里面 为什么要放到一个group里面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当你放到一个group里面的时候 你这样拖动的时候 它是一块调整的 然后它会吸到这个当前的片段上 如果你是散开以后呢 就是每一个它都是散开的 这样你去调整的时候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放到一个group里面 那么现在来做一下 那就是听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些话 哪些可以放到一个group里面 我们就给它放到一个group里面 因为我录制的时候呢 过程当中是有意的就是会空出一些空间 这样的话就知道我可能这段是说的这个内容 下一段跟下一段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关的 所以说我这样后期拖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反正这个也是比较费时间的工作吧 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好一些 我们要把所有的片段都要放到group里面 不管这个片段是只有一个也要放进去 因为程序有写的话 就是针对于这样的片段来写 好了没有了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音频都已经放在一块 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添加一个字幕的字幕 它是作为一个模板的字幕 然后会不断的添加 那么添加完以后呢 我们导出 导出xml OK我们到这个程序里面 可以把这个文件名粘到这边 字幕文件这边都有 好我们跑一下 好好了完成了 那我们把刚刚那个处理好的xml文件导入 好那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字幕已经根据音频自动的放到视频上 而且时间点都是对的 看到吗 因为这个视频还没有剪嘛 只需要根据这个字幕排一下这个视频片段的顺序就可以了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出片了 你可以看到因为写这个程序这个字幕打起来多快 对吧 基本上不要花费什么功夫 所以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所以为什么学一下写程序非常的有用呢 就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很多别人看起来非常浪费时间的工作 虽然再高的这个软件的效率也是提升不了个人的懒的 对吧 所以说高产四母猪各位就不用特别期待 我就是比较空闲的时候才会四母猪一下 好吧那今天内容就没有什么了 想知道我这个程序怎么写的呢 欢迎大家继续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的有这个自定一的按钮 当然页面上肯定就是JavaScript程序嘛 那我装的这个插件呢 它是可以在不同的页面里面注入一段JavaScript 也就是说这个页面加载以后呢 这个里面的JavaScript就会执行 主要内容就是这边加了一个button 加了一个textarea 然后当这个buttonclick的时候 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去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加载了几个音频以后 它会去页面上去找这些已经转写好的这个文字 反正就是用一些GQuery的语法 然后找 就通过这些东西来找 找到以后就是把这个数据写到这个textarea里面 然后提示一下数据一生成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面这个文本框拿到 这个就是所有的数据了 那拿过来这些数据以后呢 我就是到我这边自己的程序 这边还是读XML文件 然后同时把这个字幕的数据读过来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找字幕Moti 就是Motion 它那个字幕特效的文件来知道 就是我们用的是哪一个字幕当中的模板 那知道这个title ID的话 我们等后面是可以直接用这个title ID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XML文件 那我们这个是导出的还没有加字幕的XML文件 首先这边是有个title 这个title呢就是我们的模板的字幕 然后这边有个spine spine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group 在group里面呢会有这个asset clip 这些clip里面就可以看到是录音 那么几个录音放在一个spine里面 然后这样它是放在一个群组里面嘛 然后通过这个riff找到这个r6 r6它在前面这个resource里面就可以知道r6对吧 它这边有个src文件是在这边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rc就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还是因为我这边的语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跟我那个虾皮笔一样 就是它前面和最后面还是有些空隙的 那么我之前做的时候会这样的给它把这个空隙拖掉 对吧 我个人认为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加字幕的过程当中 也加了一个处理空档的这个功能 就是这边还是waveform guide waveform 然后这边可以找到前面和后面这个空隙的时间 然后把这个start和duration全部重新设置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的音频呢 它这个之间的空隙就会全部清空掉了 所以说这样就不需要我去手动的去做这个工作了 那么这样的音频就会比较干净一些 那知道了相关的音频以后呢 我们是知道这个音频的名字的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名字呢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subtitle这边 可以找到这个不同的录音文件 它所对应的字幕是内容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呢 我们会在相同的这个位置建一个spine 建一个字幕的spine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字幕的spine 也是一个spine的内容 然后我这边每把一个音频分析出来以后 我是知道每一个独立的音频 它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是多少的 所以我在这个相同的位置建立一个字幕 建立一个title 这个title它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都是使用的这个音频文件的时间 然后再把这个字幕的内容放到这边 可以看到subtitle data 然后根据这个文件名 来把文件内容放到这边 然后就这边就可以输出了 输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字幕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跟录音相同的级别下 有个spine 然后这个title它的开始时间和duration都是跟这个音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导入到fine cut里面以后呢 就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可以看到很方便吧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fps每秒的这个帧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线打的有点不对 我觉得可能是title的这个帧的基数和音频的帧的帧的基数不一样 所以说它每次导入进来的时候可以有这个错位 所以说它就好像后面裁掉一点 然后就需要把这个东西删掉 那我之后可能会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就留到这边了 然后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你可以看到照片的这个exif数据 是跟这个字幕有重叠的 这个exif数据是我们之前那个程序批量的写入的嘛 它是自动读取这个图像的数据 然后写上去 但是我们之前是放到下面的 那怎么给它放上去呢 我们这边有个索引的功能 索引的功能这边可以查到所有的字幕 exif数据的字幕是叫imagine info 这边可以筛选一下 这边可以获得所有的imagine info的数据 全选以后 在右侧这边字幕这边把它全部向上对齐 你可以看到这时候字幕全都会自动变到上方了 所以说就不会跟这个我说话的这个字幕重叠 所以就这么解决 那剩下的就是剪一下就可以出片了 好吧 别的也没什么了 就这些吧 拜拜